关系的是新加坡航空 一架原本在今天要飞往米兰的班机 因为出现了机油警告讯息而折返 飞机在紧急降落张仪机场时起火 幸好机上是没有人受伤 这架编号SPU368的班机 凌晨2点05分起飞 两个小时后发现了引擎异常 折返回新加坡 6点50分在张仪机场紧急降落后 又引擎着火 幸好就能人迅速将火势扑灭 而飞机上222名乘客跟19名机组员 都没有受伤 不由鲁克就形容 仿佛是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